一男走到櫃台前 找商店老闆理論越講越生氣 接著拿出浴藏的辣椒水 朝老闆的面目噴灑 還手持狼頭攻擊 導致老闆的頭部受傷 而動手的是一名64歲的男子 他買了一個金屬徽章回家 疑似使用不當針歪掉了 最後還斷裂 氣得找老闆理論認為買到了瑕疵品 拿著他弄壞的裝飾品 就說我們賣他壞掉的東西 我說這個東西當時你就是檢查 看完好完好的 你才會付錢付帳帶走人 現在就是你把他弄壞的 當我這話講完的時候 他就持鐵錘攻擊我的頭部 犯案的無性男子還刻意用奇異筆 將機車車牌變造 以為這樣可以神不知鬼不覺 躲過茶器 接著前往店家理論 但是老闆堅稱商品是沒有問題的 他才會情緒失控 先噴辣椒水 趁老闆難受無力抵抗的時候 再持狼頭攻擊報復 最後騎車逃逸 控制他手 兩隻 控制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 走 走啦 警方在接獲報案之後 以車追人一個小時 巡線追捕 在一間超商發現了他的蹤影 依殺人未遂等罪嫌 移送檢方偵辦